作业的分组与分群 假设我现在有一个作业 修改设定 如果这个作业是每个人都要交 可是我在批改作业的时候 我希望分组来看 这个时候 你在共通的模式设定里面 平常是没有分组 你选择分格群组或者可视群组 这个时候就会有作用 我们来看一下发射子弹这个作业 检视缴交的作业 他给你看的时候 这边就有第一组跟第二组 我要看第一组的作业 这一组的人交的作业 有没有交的状况 你也可以看第二组的人交作业的状况 这叫做分组 那如果是分群呢 那我们这一个作业 一样是这个作业 编修 修改设定 分群的设定在群组角交作业设定这里 你要不要依群组角交按4的时候 你就有C601跟602可以选 我这个作业只要给六年一班的人做 六年二班的人不用做 这个是要分群 分群 分组在这里哦 在共通的模组设定这里 分群的设定在这里 分组的设定在这里 你可以按照你的需求设定你的作业 是要哪些人可以交 另外一个是 你评分的时候 你要不要分组来看 这样子可以适合课认老师 或者是你在课堂上有分组需求 来交交作业 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这个设定提供给大家参考 我这些人都可以交出 我这些人都帮助 点赞 你 费人